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即场教路之有问必答还之》 家庭观众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来给我们 电话是2804-6566 或是传电邮帮我们 坐在我身边的嘉宾 是要财政券研究部的经理 陈伟聪 Jason Jason 你好 Jason 先和家庭观众梁小姐 梁小姐 你好 梁小姐 是 是 想问哪一只 我想问2318的平安保险 是 我现在还没有上网的空间 是 你几千日的 我是65.5 65.5 现价64.95 星期四公布业绩 如何做好呢 有货的 投资者 看看平保来说 我相信 今次公布业绩方面的表现 都未必会有很大惊喜 因为在上一年来说 整体的投资收益方面 还是会比较差一点点 但好在之前 去旗下的两间 去旗下的平安银行方面 公布业绩 似乎盈利争计都做得不错 看下能不能够可以在银行业务的带动底下 能够可以令到业绩都做得比较理想 所以你说 平保来说 我觉得都是可以去到 等到业绩出来之后才再作部署 因为如果你说单替股价走势 虽然你看到今早就好像曾经 就升到上去66元这些位置 但去到目前这一刻 好像见到的升幅是收窄之余 甚至乎是出现个倒跌的 如果你说今天收市的时候 会出现这些阴烛 和仍然站在20天线楼下的话 表示整个形态都仍然是不会太理想 既然是这样 我觉得如果你说要买 都可以等它出了业绩 再观望底 整个表现是怎样才再作打算 好 梁小姐有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 谢谢 好 多谢你的电话 下一位家庭观众是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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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原来大市是怎样看的 你想看恒子的表现 是的 还有想问一下 2822号之定223号 又想听恒子 又想看A股 是吧 不如先和你分析 恒子先 叫Jason 今天就想尝试50天线 有没有机会冲得破 本身就看上星期 微股都好好的 始终内地公布的经济数据 大部分都比较弱些 特别是见到社会零售销售 又或者工业增加值 都是低于市场预期 另外通胀率方面 又好像在2月份方面 突然升了上来 虽然都是因为春节的效应 但大家都开始担心 会不会接近 中央方面都被迫 要开始收紧银根 而令到经济增长的步伐 是有机会会减慢下来 所以你见到 今云内地的A股方面 表现都不算太理想 如果你说看恒子 本身上星期 升穿10天20天线 照计就应该是挺好的 但还有最后一关 即见到50天线 见到上星期五 就上到那些位置 都是停了 不能够突破 那今天也是 见到今早早 就曾经一到 上回到23200点 但去到目前为止 又好像都是突破不了 都是要下来 50天线以下 那如果你说 50天线一天都 仍是顶着大市的反弹的话 整个调整浪 都仍未说可以100% 就叫做完成了 所以如果你说这些位置 去到追货 我觉得就不要说 那么大注 一旦如果你看到 未来的市况 不但升不穿 50天线 反而可能是明天 或者是今个礼拜初的时间 再以一支 大阴烛重新跌穿 23000的话 到时候 你今天买了那些货 都应该要先走 所以这是一个 短线部署策略 一天 50天线仍是顶着 暂时都不能太乐观 好 和大家继续看A股 刚才Jason也说 因为数据一样 A股今天都要跌 跌近0.15%至0.7% 其实他就想问两只股份 就是指数基金 222南方A50好 还是安石A50中国基金223好 两只选一只又是哪只好 如果你说A股方面 刚刚都说过 始终内地经济数据 或多或少都有些负面的影响 但是都叫做好彩 因为在两会这段期间 都不断听到一些消息 就说中央都希望 未来都有越来越多的资金 可以投入去A股市场 包括今天最新出台 就是说未来住在内地 那些港澳居民 都能够可以直接开户口 卖A股 之前亦都说一些养老金 一些保险金 都说会慢慢去到入市 再加上RQ3方面的额度又提升 投资的限制方面又取消了 我相信你说这些长期资金 等着入市的情况下 A股的下跌的幅度 就未必说会太大 那当然 如果你说真的打算入市 都可以再等多些些 那例如好像你说 222来说 那你见到它的股价 那说这个几星期 都在10.4至11元 这些位置拉锯的 那所以你说要买 都可以等它落回去 10.4至10.5这些位置 去到考虑 那一旦 如果你说 买了之后 即是跌穿了 10.4这些关口 或者设计指摄价 放在10.2 10.3 跌穿的话 都应该是要走一走的 那相反 那如果你说 见到股价 是能够重新升穿 大概是 10.8 流上的话 那我相信 整个势头 就可以重新看好一点 那你说 两只选一只 我自己就没有什么很大的 preference 那你说 真的要买的 我自己就会选一只 222 好 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好 谢谢 不用带你 好 谢谢 谢谢你的电话 另外不如和Jason 看看一些比较强细的蓝筹股 另外有位家庭观众 邱小姐也是在电话旁边的 邱小姐你好 邱小姐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我上次问你 之前你提过 恒新指数会跌穿23000 那应该是哪个位买货 为安全呢 我上次问两只股票 就是人保 我之前有货 5毛半日 那加码是5毛呢 而第二就是992 是否有好货 应该是哪位买入呢 麻烦 好啊 人保和联想的 怎样看呢 刚才你说哪个位买货好啊 我刚刚都说过了 如果你的市场真的升不穿 50天线 如果你接下来 恒新指数会跌穿 我觉得是要忍一忍手的 因为如果你说这一阵再跌的话 有机会可能要试回去22500 甚至乎如果你说这些位再穿的话 整个调整都还是有机会持续的 所以目前来说 我觉得这些位置都是等等先 直至你看到他现在是23000是否能守得住 又或者如果现在的指数 能够是确认升穿 50天线的话 那到时才再买都未迟 那如果你说看那两只股份 第一就是人保 人保来说 他最近一个多月都在4.4 至到4.9这些位置在拉锯 所以你说要买货 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单看回形态 就可以在这个长方形的底部 大概是4.4 至到4.4.5 就可以开始入市了 短炒的话 都是一跌穿了 即是4.3.5 的话就走走 至于你说短期上望的目标 就可以先看回4.8至到4.9 好 麻烦了 他想问联想992 联想又怎样看呢 是否有货 联想近期的势就开始弱一点 因为你见到他之前做过去9.07 这些高位之后 近期都叫做是下跌 甚至十天二十天线 都重新叫做跌穿 如果你说要买货 都可以再等一等 等它落到大概8.2这些位置 那才进入了 因为看回2月底的时候 最低的价都是下跌到8.2左右 所以你说要买 可以等它落到这些支持位 又或者一条50天线 左近这些位置 才考虑去买货 好 谢谢 亦都多谢邱小姐的电话 另外有位家庭观众 李太的星宿电游尼 都是想问992联想 都是想问入市价 都是在讲完公布业绩之后 才进入了 另外他也想问太阳能股 就是750 轻业太阳能 现价来说跌超过一成 去到8.6毫7 它也未有货 其实太阳能股手势上很迂回 有些就升 但是轻业太阳能大跌了下来 轻业太阳能今天突然之间大跌 都可能是因为某些原因 包括就是说 究竟是多征硅的价格上个星期 就说升了上来 这间公司轻业 本身都是做一些下游的业务为主 如果你说一些原材料方面 多征硅、硅片那类的价格 是重新上升的话 其实对于他的毛利率方面 都可能会有一个压力在 再加上看一些新闻 都看到内地外交部的部长方面 今天也在说 有机会反对欧盟发起光伏产品的相反调查 究竟现在反对 但是说的是欧盟那边 是不是真的愿意去让步 那么容易 让你的货品进口去欧洲那边 而不收税呢 这方面其实还是有个不明朗因素在 始终可能说这一类型的太阳能相关的公司 都有多少产品输出到外国 但如果你说真的要比较来说 那就是轻业太阳能相对 在这方面的影响就比较小的 因为始终我在说轻业所接的订单 大部分都是来自内地方面 那个政府又或者商业机构 那个的订单 所以你说出口方面对它影响 就不应该说太大 那怎么也好 就是你说看到它今天这样跌下来 都开始见到有一些所谓见顶的味道 特别就是说 你看到它在两会开幕之前 那个股价就由百元 急升到上去就是十个三 十个四这些位置 但是说的 今天一日之内 那个大阴烛 都叫做 就是基本上 上个两三个礼拜那阵的升幅 叫做大部分都叫做抵消了 还有如果你说见到它的股价 进一步是年八个半 五十天线都跌穿了的话 到时候就真的要小心 如果你说未有货的 我都不建议这么快去捞底住 否则如果你说有货在手的 我只能让股价弹上去大概八个八到九元 都应该是要开始去减一减磅 好 谢谢Jason 另外和Jason看看 升幅最大蓝筹股 强势蓝筹股 就是有帮保险三十四个五毫半 今天最高见到三十四个七毫半 股价来说又再破顶了 会不会职业股来说 继续有个强势表现呢 这个股份当然之前出业绩 大家都一致认同业务表现 特别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 这些国家 保险市场仍然不断在扩大 再加上去年收购马来西亚ING的业务 其实都只是占去去年业绩一个很小的部分 因为到年底才叫做收购成功 但是这个业务去到今年 我相信占比会越来越重要 所以如果连连这个因素 我相信股价也应该有上升的潜力 所以如果要选择 这支股份仍然值得考虑 好,谢谢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问Jason 刚才说过股份 有哪支有持有? 没持有 好,谢谢 稍后回来 就是发达港场环节 会有第二位分析员 和大家继续看着大市表现 行指方面 现在升的65点 到23,157点 稍后见吧